特勤中队和反截击中队是在总队比武中囊括第一和第二的两个中队 他们既是一个支队的兄弟单位 又是一队互不服输敢打敢拼的对手 参加都计魔鬼州训练 他们面对怎样的艰难和挫折 又是如何抱着必胜的信念 奋勇争先与拼搏 军事纪使本期播出 特战勇士东迅纪第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特勤中队的小车站啊 把手提起来 开始 特勤中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攻击中队 前十个小组中 反截级中队只有三个 和特勤中队相比 明显处于劣势 中队长郁金昌要鼓舞一下士气 讲一下 我说一下啊 刚才咱们第一个科目 背喜 长径可能不太理想 但是 我觉得大家精神可嘉 事实上 反截级中队和特勤中队 既是一个支队的兄弟单位 又是一对互不服输 敢打敢拼的对手 就在前不久 总队组织的巅峰比武中 特勤中队获得第一名 而紧随其后的正是反截级中队 尽管这两个中队 囊括总队比武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但反截级中队对这个第二名并不满意 反截级中队主要执行地面的反截级任务 在这次魔鬼州极限训练中 中队长郁金昌势必要带领队员战胜特勤中队 这是特勤中队中队长松安德 他正在示范徒手攀登 特勤中队主要担负执行处徒 安保维稳和抢血救援的任务 对于来自反截级中队的挑战 特勤中队的每个人都很清楚 他们并不会拱手让出第一 这是一座废弃的矿山 特勤中队和反截级中队的队员们 要进行一对一的攀岩 从岩壁左侧往上攀登的是特勤中队的队员 右边的是反截级中队的队员 之前十公里奔袭 反截级中队落后于特勤中队 而现在似乎他们的尽头憋得更足 连续四名队员 反截级中队都战胜了特勤中队 为了扭转局面 特勤中队中队长孙安德要亲自批挂上阵 他们不得邀领知道吗 我感觉没那么难嘛 一 二 三 有人润身 润身没毛病 特勤呢 还有多少人没爬 等会儿这个好成绩得让你们来正途了 明白吗 服吗 服吗 服 走 好 准备 开始了 加油 特勤中队中队长孙安德轻松战胜了反截级中队的一名队员 接下来两个中队的其他队员仍然要进行一对一的攀岩 而特勤中队究竟能不能赶上来并且反超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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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志们 维持两个小时的叛演考核 我们最终 获胜队委 撤勤中队 攀登训练 尽管反截级中队一开始领先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 又输给了特勤中队 面对这种情况 反截级中队中队长郁金昌 必须想出对策 他要带领自己的队员 尽快改变这种落后局面 胜了必然会有促进作用 说的话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么还要重新的鼓舞士气 那个 谁输谁先来啊 好 一把定输赢 加油 好 加油 加油 不 不 不 加油 郁金昌要和特勤中队中队长孙安德 单独比试一场 好 首先是登场的是 本级中队中队中队长 好 好 我很荣幸啊 第一个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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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金昌要和孙安德一比高下 而这却是迫不得已的办法 孤注一掷 郁金昌真能把孙安德拉下马了吗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特战勇士东迅纪 第一集 我们训练指导组呢 防止我们出现这种情况不合的 我们当然对了一根 那么最高的绳 特勤中队中队长孙安德 最擅长的就是攀登 而面对孙安德 反截级中队中队长郁金昌 并没有获胜的把握 那么 他要和孙安德比上一局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呢 他肯定是 闭身 闭身 输也输不了精神 输不了输 输 必须赢是不是 是 就是干 干 郁金昌和孙安德的比赛还没开始 双方队员都想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你们队长输了 你们怎么办 做个登起吧 做多少个 做个五六十个 你们呢 我们做一百 一百个 同意 同意 一百零一 一个一百 首先开始攀岩的是郁金昌 上楼上楼 好 肯定了 开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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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岛绳挂在了峭壁的最高处 现在的攀岛难度比想象的还要大 大约二十米高度 郁金昌觉得手上有些打滑 而脱掉了手套 他的手也被磨得生疼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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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并不轻松 但郁金昌成功攀登到了压底 加油 还是不带手套 手套点黄呀 接下来攀岩的是孙安德 竭尽全力 威容于而战 天天地好 我将攀岛好 加油 加油 好 准备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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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防止手滑 孙安德全程都没有戴手套 而当他成功攀登到崖顶的时候 他的手指都被磨出了血 这可怕 下面我要宣布一下 你的预队长的成绩 六十一分五十五秒 赴五 是 松队长认识 两分三十秒 本级中的总长 获胜 是 一圈子无数啊 咱们做两组蹲起 可以啊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虽然与进场艰难获胜 但孙安德的手指抹破 却给在场的特战队员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这场比赛结束了 两位中队长 孙安德和郁金昌比一局的目的也有了答案 他就是一种能把自己活成的力量全用尽了去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也不会说一句放弃或者说我不行 信心和意志精神在魔尾州训练当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夜幕降临 气温已经急剧下降 为了在午夜前赶到指定的速营地点 特勤中队和反截集中队的队员还要翻过这座大山 晚上行军目标不能太大 特勤中队和反截集中队各自划分了A队和B队 这是特勤中队的B队 他们的行军队伍拉得很长 原因是有一名队员的腿抽筋了 来 先别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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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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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给你 这给你 请 一下子 你的一下子 你 让一下子 这给你 站住 站住 看个脸 还只有这给你 站着牌 排着不行 你坐 别动 别动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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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使这个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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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放着,放着,放着, 这个腿收紧,队长,这不行,你就,看到没有,越着急越紧张, 来,起来,卡下,卡下,这样吗,坐那儿就能行吗,来,踏平, 来这腿,这腿啊,别动,闪开, 不是,不是,反正拿走,这个拿走, 躺平,躺平了,躺平了, 对,沉住,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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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倒走走就行了,先住,走,你走, 走,你走,刚才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一老,体力点就是不支, 完了,那在刑警过程当中,他就突然抽搐, 这是天冷,一冷一热, 那有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那有的人吧,他就说,像今天这个强度, 对他来讲,还可以承受, 但是有的,就可能就要超出了他这个, 就有点到他的极限了, 经过简单的处理, 腿抄筋的队员还能继续跟着队伍一起走, 而前面不仅有暗夜中的漫漫长路, 还有队员们意想不到的情况, 怎么要少个人呢, 啊,少了个人,我在前面, 不就说吧, 你们已经,怎么回事啊, 你们,那时间你们早上, 怎么能少个人呢, 怎么,A队装队, 你迅速赶快把你的所有人员赶快查查, 确实在查一下的, 你另外再一个, 你少个人,你不能可这无中于中啊, 你采取措施啊, 让特勤中队中队长孙安德无比新奇, 怎么,少了一名队员的事都能出现呢, 来,A队几个, 来,张老了,来,来, 出电了, 来,来,出电了, 来,一组, 一组, 一组,下面人给, 二组, 二组, 我缺一名啊, 赵老虎, 你在前面,抓点身啊,后边, 我在前面, 我到里头上来, 赵老虎是在他前侧, 反正我后他一转身, 赵老虎好像跟着那个, 把你一避地, 后把你一避地走, 那不应该是往前面走, 应该是往前面走, 对, 来, 淘汰员, 淘汰员出来, 先从我俩是在一起走, 然后咱都停那了, 然后再一走的时候, 他就没了, 应该是在前面, 特勤中队的前面, 是反截击中队, 中队长松安德心里清楚, 夜间行军, 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 人的注意力, 很可能不够集中, 而从外表看, 特勤中队和反截击中队, 也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 找不到的这名队员, 很有可能是跟着反截击中队走了, 来来来来, 要要呼叫, 两两呼叫, 两两呼叫, 哈喽, 你看看, 你们外有没有我们一个叫赵国宏的一个战士, 重复重复, 叫赵国宏的战士, 是不是和你们B队在一起的, 明外队长, 我帮他们问一下, 好了, 快点啊, 要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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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呼叫, 孙队长, 孙队长, 收到, 队长, 您那个战局招我台上, 要放了, 叫我们B队, 是要招过红吗, 对, 已经确认过了, 尽管这个偶然发生的情况, 最终是有惊无险, 但在魔鬼舟训练的第一天, 就体现出了他的严护性, 接下来, 要想顺利到达速营点, 这些特战队员, 还要面对什么挑战呢, 我们这儿是你找到, 申请继续前进, 队员机卷, 继续前进, 来一队,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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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倒挑组给特警中队和反截级中队出的难题, 看哪个分队注重, 哪个分队对敌情关键更强, 战术意识更体验更明显一些, 我带着我们的调理员, 走在前面讲完路以后, 我们在这个左右, 两侧的树林比较密集的地方进行隐藏。 经过四个小时的夜间行军, 特战队员们终于抵达到了指定的速营点, 然而, 他们还要接着完成倒挑组下大的任务。 据各分队报告, 特勤作战弊队, 共两名成员, 布置七枪。 反截级阶员队, 三名队员, 布置七枪。 事实上, 这就考验我们吗? 就通过这个事发现我们的问题了。 我们可能指挥员, 这样思维比较共化了, 感觉一个分队, 能够按时以最快速度到达速决地, 可能就结束。 此时已是深夜十一点, 野外的气温更是快降到了零下二十度。 找到不知去向的队员, 两名中队长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 从凌晨四点开始, 两个中队的队员们就摸黑, 展开了十公里奔袭的客户。 到这时, 他们仍然要奔袭在寒冷的夜晚里, 而这就是魔鬼舟的训练。 A队, 你找到三名队员, 就指示, 好, 根据客户指示, 我们细子远流返回。 魔鬼舟训练的第一天终于结束。 而未来的六天, 反截级中队和特勤中队的官兵, 还将面对怎样的艰难和挫折。 他们又是如何在激烈的对抗中, 抱着必胜的信心, 奋勇拼张。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特战勇士东迅纪第二纪。 特勤中队和反截级中队, 是在总队比武中, 难过第一和第二的两个中队。 他们既是一个支队的兄弟单位, 又是一队互不服输, 敢打敢拼的对手。 参加东纪魔鬼舟训练, 他们面对怎样的艰难和挫折, 又是如何抱着必胜的信念, 奋勇争先与拼搏。 军事纪时下期播出 特战勇士东迅纪第二纪。